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今晚的主持人守护 下面插送一条新闻 广西壮族自治区爱吃红鲤鱼与绿鲤鱼的出租车司机 拉着苗族土家族自治粥 爱喝自治牛奶奶榴莲牛奶的骨质疏松患者 遇见了别着哑巴的喇叭提了塔门的喇叭 打败了咬死了山前44棵死色柿子树的44只石狮子之后 终于跑出了方方官方网站设置组到民族医院就医 新闻播讲完毕感谢您的收听